嗯,开始吃了 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马上呢,快过年了 我想你们应该差不多放假了吧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想教大家几道 简单一点的菜 能够让大家回家在年夜拍上装逼一搏 好看,好吃 端出来就跟饭店一样,你知道 很像档次那种,行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道菜 虾仁玉子豆腐 那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做的主要材料 首先是这个玉子豆腐 其实又,首先呢 是这个玉子豆腐,其实就是日本豆腐 有点像奶瓶一样 这个呢,比较嫩,用鸡蛋做的 玉子豆腐呢,需要两根,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需要一些豌豆 大概十几粒就可以了,然后还需要一些虾 我选的是这种新鲜的虾 回来自己剥虾仁 如果你觉得麻烦呢,自己去买现成的虾仁 也是可以的,不过那样的话 虾仁就口感没有这么好 我建议大家是选这个新鲜的虾仁来处理 OK,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吧 首先我们来处理玉子豆腐 切玉子豆腐一定要用一把比较锋利的刀 这样才不会把它切散了 因为这个豆腐非常非常的嫩 先把这个 哦,看到吗,很嫩的 这个边缘切散了,我们就不要了 放到一边,回头炒在别的菜里面 也不会浪费 然后把这个豆腐这样 弄出来 小心翼翼啊 不要损害它 哇,很完美 很好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学起来啊 当然也有火嫩粉丝跟我说 他爸爸妈妈做的特别难吃 想要把这个视频发给爸爸妈妈的 也可以 让他们也学起来 提升一下这个年夜饭的这个水平和质量啊 OK,豆腐完整的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这个不是很严格啊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就行了 尽量切的均匀一点 那样摆出盘来会好看 相信这个步骤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 你们应该都会的 切到这个尾部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话呢 就不要了 你也可以这样稍微的修一下 勉强也可以算一个 对吧,这样也可以 然后把它放到盘子里 备用 哇,小心一点 你看,真的很嫩很嫩 你看这个就散掉了 大家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剩下一根也是一样的办法 好 尽量切出一个比较好看的数字啊 4 8 12 16 18 好,那我们就18个吧 多了一个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 等会去炒别的 这样一共18个 这个数字也比较吉利 等会摆盘也比较好看 豌豆不需要太多 有多少个豆腐 就有多少个豌豆就行了 把豌豆剥开 哇,轻一点 然后录到这个碗里面备用 找几个好看的碗 能够对你这个菜的颜值有比较好的提升作用 我们美食播煮嘛 既然要装备 那么就全套装备 对不对 小心点 四处飞碱 你可以稍微多一点这个豌豆 尽量选其中比较嫩的部分 这个稍微大一点呢 就口感就稍微差一些 这个小一点呢 非常非常的嫩 OK,把这个播出来就可以了 虾的处理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直接把这个虾头摘掉 然后把虾仁给剥出来 这样剥就行了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比较害怕呢 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一下 因为我也考虑到我的粉丝当中 有比较多的女粉丝 可能会对处理这些鱼蝎啊 比较害怕 不敢上手 没关系 让爸爸妈妈稍微帮你预先处理一下食材 OK,这样虾仁就取出来了 等会我们还要再开虾背 取虾线 先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呢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工作 因为新鲜的虾 虾壳和虾肉之间是粘腹的比较 不是很好处理 先处理这只吧 它在奔 把虾头 哇,拧掉 把虾 可去掉 相信这个你们都会了 比较简单一点 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虾仁我们处理好了 就放到这个碗里面 虾头 重点来了啊 虾头不要浪费 我们收集好 放到一边备用 虾头就完全的处理好了 然后冲洗一下 放到一边备用 虾仁还需要进行第二步处理 把虾仁倒出来 沿着这个虾仁的背部 这样割开 我们称之为开背 开背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能够把其中的这个沙场去掉 看到吗,很脏 看到吗,这个非常脏的沙线 去掉 然后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开背会比较好看 OK,这个放到一边备用 我再演示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左手轻轻的按住这个虾 右手刀 轻轻的这样从刀背划开 不要划得太深 但也不要太浅 注意别割到手 划开之后 看到吗 里面有一根这个虾线 哇,很脏的 把它剃掉 不需要 然后我们把这个开好背的虾放到一边备用 其余的虾也都是这样处理 然后如果你有男朋友呢 其余的虾也是一样的方法处理 如果你这边不是很擅长这个呢 可以交给男朋友来处理 当然考虑到你们可能找不到男朋友 所以就没办法了 只能找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帮忙 把这个虾预处理一下 好,最后一个 轻轻的划开 把虾线 这个没有虾线 哦,有有有有 把这个虾线给取出来 擦一擦 OK,这样就完全处理完了 虾仁还需要进行一步处理 我们称之为洗纱 洗纱有很多种方式 用水洗的 那我今天要演示的一个方法是油洗 在这个当中淋上植物油 再加一点点的盐 再加一些这个淀粉 我们去抓腌它 腌制一下之后虾会更加的脆 口感更好 通过淀粉的沾腹作用 能够很好地去除没有洗干净的那些 沙场里面的那些沙子 会更加干净 抓腌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边来 用水去冲洗 把这些水和油都去掉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油的香味会被吸附到虾肉当中 带一点点油的香 水烧开之后 把豌豆倒进去焯一下水 当然这个不是必要的步骤了 我只是因为这个水反正要烧了 等会去蒸嘛 所以就干脆焯一下水 去一下它的青色味之后 捞出来 放到冰水当中 使它的颜色保持一下 比较脆绿的颜色 会更好看 当然这个也不是必要的步骤 我们自己在家做饭吧 还是要简单方便为主 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绿啊 把我们的虾卷成这样一个圆圆的形状 放到这个鱼子豆腐上 每一只都是这样 哇这个虾好大呀 大家自己买的时候呢 可以买不要那么大的虾 太大的虾感觉处理起来不太好处理 虾仁都摆好之后 把我们这个豌豆粒 都放到这个虾仁中间 让它环抱着 哇 感觉很精致 非常有 哎呀小心点 大厨的味道 把我们这个做好的 放到蒸屉当中 水开之后 我们把这个放到锅上 蒸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这边就蒸四分钟吧 时间到了我们就关火 哇 颜色也出来了非常好 我们把这个鱼取出来 小心一点啊 用手去可能会有点烫 哇 它还蒸出了很多汤 这个汤没有关系 我们汤还是用来再加工一下 我们找一个抹布也好 什么也好 尽量不要烫到手的东西 把这个水给倒出来 哇 哇 要得甩一点 不要让它甩出来 甩出来就重新摆盘了 差不多 倒不干净也没有关系 好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这个 豆腐的距离 让它变得更均匀 差不多了啊 OK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天制 中小火 倒一点点的花生油进去 把我们刚才这些虾头倒进去 翻炒一下 翻炒出虾油 翻炒的过程当中呢 用这个锅铲 按压一下头部 头部我们把上方已经去掉了 里面就剩一些黄啊什么的 压一下把这个虾油都压出来 虾油炒出来之后 稍微倒点点水 再煮一下这个虾 紧接着我们把这些虾头都捞出来 再轻轻地按压一下 把里面的精华都压出来 紧接着把我们刚才蒸那个虾 那个汁拿出来 倒到锅里 加入适量的盐 一点点的鸡汁或者鸡精 其实这个也可以不放 但是既然要装逼嘛 放一点这个做起菜来好吃 你也更有面子 对不对 这是相当于作弊的小技巧啊 最后一步 勾一点点水电管进去 让它变得稍微有点粘稠就可以了 哇很棒 出锅 哇 把这个粘稠一点的汁加上去 这个汁不用太多 但是多了也没关系 更好看嘛 哇 淋到这个每一只虾上 让它都沾满这个炒出来的这个汁的味道 还是因为勾了芡 所以这个会更亮 看起来会有一种明亮的感觉 然后边缘再稍微的滴一下 用来装逼 OK 很棒 OK 大家看到了啊 轻松 写意 一波逼装了起来 看到吗 非常有这种饭店的感觉 其实很简单 没有什么难度 那我们来给大家试试一下 这个一定要我勺子吃 筷子吃不起来的 一呀 有有有有有有 用筷子稍微扶住一下 操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看到吗 特别的嫩 虾肉也嫩 关豆也嫩 豆腐也嫩 最关键的是 里面这个汤汁因为有虾头 就有那种虾黄的味道 非常的香 我的天 忍不住要再吃一只 来看一下 真的非常的可以 来张嘴 哇 太饱了 OK 那我们这一期 在就录到这里 点赞 欢迎收看 感谢收看 年夜饭装逼指南第一期 虾仁玉子豆 我们下期再见